向往的生活自从播出后就大受观众喜爱 但是近年来内容越来越假被网友质疑 传闻不仅何炯的碗筷卫生有人收拾 甚至黄磊做饭都有大厨代替 嘉宾们做农活更是白白样子 那么这些真的如传闻所说这样吗 就在前不久播出的最新一期 黄磊作为大家长带着煞饮 彭玉畅等嘉宾准备出海捕鱼 带回来的成果颇丰 被观众质疑是否是道具鱼 毕竟毫无经验的三人 竟然初次出海就能捕捉到如此大的海鱼 更是满满一箩筐堪比于名 但是从节目中所呈现的他们出海状态并不好 首先煞衣一直喊着运船 刚一上船就开始掉链子 根本无心操作其余准备工作 大多数也是同船工作人员在操作 其次捕鱼本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 但是这三位就像老大爷来度假一般 特别是黄磊全程坐着指挥根本就没站起来 经过两小时的巡航捕鱼 期间没有看到任何活鱼被捕捞上船 直到最后才打捞起一条大鱼 被观众质疑这条硬邦邦的大鱼 简直就像外面超市给买回来的道具 很快就有网友表示 这应该是被打捞上岸的 不过却不是他们三人的作品 此鱼是一种很凶猛的深海鱼 由于在深处海底200米 所以被渔民打捞上来后承受不住气压 才会导致瞬间死亡 但是此鱼求生力极强更有很大的冲撞力 所以他们的三人在二小时内 用如此简短的时间能够捕捉到一箩筐 还是多少带点水分的 不过也能看出综艺为了节目收视率 还是想出了不少歪点子 再就是每次这档综艺中黄老师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厨神 经常做出可口的饭菜 来此节目的名流大塔 全部都夸赞他的厨艺 那么一个演员怎么会有如此高超的厨艺呢 据传闻所说黄小厨所做的菜 大部分都是节目组提前准备好 然后再过镜头表演翻炒的 而且某次黄老师做饭直接给倒了半头 简直惊呆了各位网友 敢问谁做饭需要倒完半头吗 这足足吃了普通人半个月的量 而且每次当嘉宾点到大师级别的菜 列如佛跳墙等 从来都没有黄小厨的进去 只有局部特写 但是只要是小炒菜全都是黄磊全身视频 不少人也质疑节目组镜头切换造假 后来甚至在某一期节目中 更被细心的网友发现有一处版 不知是不是剪辑组初心 直接看到了一名女人的身影正在收拾 嘉宾们的饭后狼藉 但是随后放出的内容 正在收拾桌面洗刷碗筷 所以很多人表示 向往的生活现如今越来越无聊了 表演痕迹太明显了 根本就没有了最初的初心 不知道这样的明星农家乐到底还能播出几季 如果节目组一味地为了收视率而去造假 估计要播了几季就会停播了吧 毕竟本就是慢综艺为了治愈连心 却被扒出造假实属太不应该 对此你怎么看 你看过向往的生活吗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